阿弥陀佛 尊敬的最大德同修 阿弥陀佛 请大家合掌 我们一起三称本师圣号 即开经济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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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耻 愿解如来真实义 净土大经科诸 请诸位同修 先开注解六百二十五页 六百二十五页 请看第十二行 经云 毕国圣众 有在地 受经听经者 有 有在虚空讲诵 受听者 这是一段 这段开示 给我们说明 生到解读世界之后 我们的日常生活状态 是什么 从这里所引用的两句经文 我们就知道 凡是到达那边的菩萨 各个都在接受教育 哪些事情呢 有在地上的 我们现在就在地上 大家在受经 听经 这个受啊很重要 就是接受 完全照做 听呢 就是耳朵 注意聆听佛的教诲 一般经上常说 受持读诵 为人演说 所以我们学了之后呢 一定要发大心 把这个经教呢 到处宣传介绍 极乐世界的圣众 不但可以在地面 接受佛法的熏陶 他们也可以在空中 学习佛法 假如我们下一堂课 是在空中上课 您有没有觉得稀奇呢 有人就担心了 万一在空中上课 掉下来怎么办 你看 他这个就不太了解 菩萨的能力啊 怎么可能会掉下来呢 我们认为自己 从地面升到空中 从空中再降到地上 是有所谓的力量的 这个牵引 在极乐世界 佛菩萨心目当中 已经没有这样一个概念了 真的 凡事都是达到随心所欲 后面还有一个更奇特的 有彼土圣众 宫殿随身 是他们所居住的建筑物 这个建筑物如何呢 可以带着走的 他想去哪里 他就坐在那个房间里面 那个整个房子 加上他自己 可以飞来飞去 非常自在 故知其国 宫殿有居空者 这是讲基督世界 这些宫殿呢 可以悬在空中 也可以呢 在地着 可以落在地面上 没有问题 鬼夜魔 这个夜魔是空居天 刀立呢 是地居天 用它们分别来做比喻 经中 超市西游品曰 但因顺余方属 故有天人之名 这是我们这部经上 大家所看到的 在这个超市西游 这一品当中就提到了 因为是随顺 极乐世界之外的 他方国土的 这个情况 所以就称 在极乐世界 有天 有人 实际上 我们到达极乐世界之后 还是不是六道众生 就不是了 还被称为六道众生 多不好意思 对不对 人家都是八地菩萨 如果你还跟人家说 我是某某星球来的 某某法界来的 都不好意思开口 所以一到那边 我们的地位 居然跟阿维悦智菩萨 完全等同 故知天人与天 皆是顺俗之说 这就是经上常讲的 横顺众生 随喜功德 任意经上也讲 随众生心 应所知了 的的确确 佛菩萨跟众生的感应 非常敏锐 它为什么能够反映 那么样的灵灵 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 人家无心 是指的 无忘心 我们虽然也跟别人有感应 但是我们这个感应 不太完全正确 不是很灵敏 而且常常会判断错误 以为自己看得很清楚 听得很明白 实际上怎么样呢 看走眼了 听错了 接着呢 你就想错了 说错了 又做错了 所以佛教我们大家 把自己的起心动念 全都放下 把这些舍弃掉 灵敏之心性 它就会产生正常的作用 那种受用 不可思议 接着呢 我们再来学习 第十二品 这讲到正报了 品题 光明变造 第十二 前面说这个衣报 那这里呢 就讲到正报 衣报是国界严禁 正报呢 是光明变造 第十一品 国界严禁品 是显 衣报 庄严 这是我们的生活环境 修学环境 今第十二 与十三 两品 显 正报 庄严 所以这两品 今晚也是我们要很认真地来 去探讨 学习 因为这个跟我们有关系 光明变造 是身变十方 寿命无量 是数穷三计 十方是讲空间 三计是讲的时间 先给我们讲的是光明变造 佛这个身 已经恢复到法身 法身呢 没有物质现象 没有精神现象 也没有自然现象 它是无处不在 无事不在 净土中称之为长极光 所以我们要晓得 长极光没有离开我们 我们常常就在长极光 沐浴当中 而浑然不觉 也就是讲 我们也是时时被佛呢 包围当中 佛没有离开我们 我们也没有离开他 本品赞扬彌土光明 守占彌土光明之 独圣 请大家注意 一开头 是赞他阿弥陀佛的光明 尤其是夸他什么呢 他的光明的独圣 这个独圣是针对其他佛来讲的 大圣经上讲吗 佛佛道同 那既然每尊佛都放光 都有长光 为什么阿弥陀佛就独圣呢 这是因为每尊佛在阴历当中 各自所发的愿 所修的行不一样 就导致以后的果报 就不一样了 正因为阿弥陀佛这个宏愿的别的佛没有想过 当然其他佛也没有做到 那阿弥陀佛呢 不但设想出来了 他还全都兑现了 所以一切诸佛对阿弥陀佛都特别尊重 特别夸他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 我们这一生想去西方尽头 一定要使自己的心愿解形 跟阿弥陀佛尽量接近 首先要了解他是什么样的心愿解形 所以这个第六品就非常重要 那么了解的第六品 再看前面的第四品 以及一直到后面的第八品 这内容就非常丰富 这五品经文呢 都是说到阿弥陀佛的为人 我们在向他学习 那我们跟极乐世界 这个氛围就会非常非常接近 诸然不能够完全做到 也有那么一点样子 假如说一点功夫都没有做到 光是有表面的形式 那还是跟极乐世界不相应 所以我们看到阿弥陀佛光明 这个介绍 也要知道原因何在 还有他这个殊胜在哪里 这里有提到 首先赞叹阿弥陀佛光明之独生 第二段呢 次显光明之音圣 先讲果 后面呢 再说这个原因是什么 一般佛讲经呢 是先把这个果摆出来 接着呢 再为我们解释原因何在 第三 显十二光之圣明 阿弥陀佛的光到底有多少啊 我们晓得阿弥陀佛的中文意思是什么 无量光 无量寿 而本经呢 把它一归纳 就是十二光明 一展开呢 无量无边 第四 显光明妙用之书生 这它起作用了 假如说有很多种光 但是没有作用 那对我们众生来说 那就意义不大了 所以它这个光呢 还是有很殊胜的 好处的 我们看第一段 福高阿南 阿弥陀佛 微神光明 最尊第一 十方诸佛所不能及 便照东方横沙佛沙 南西北方 四围上下 亦复如是 底下解释 此品 乃弥陀 第十三 光明无量愿 与第十四 促光安乐愿之成就 所以 阿弥陀佛发的第十三愿 光明无量愿 第十四愿 促光安乐愿 从第十二品经文 你就可以看出来 这是细说 所以我们接触到佛光啊 生欢喜心 佛光在哪里 就在你面前 这个注解就是的 那个天眼开的人 他就看了这个 无量受精集中 大放光明 您再看这个佛像 光明显耀 再看念佛机 闪闪发光 再看这个讲堂 再看这个寺院 再看这个念佛堂 都是光芒万丈 我们现在什么看不到 这就证明我们眼根 业障很重 这个第十三愿 说光明无量 绝胜诸佛 他有这样的话 此愿成就 故阿弥陀佛 唯神光明 最尊敌 十方诸佛 所不能及 这都是讲到 这个结果 阿弥陀佛的的确确 有过人之初 怎么讲呢 他是 微神光明 最尊敌 这就超过一切诸佛了 所以 阿弥陀佛在音乐当中 还是菩萨的时候 真的是很用心 你看他跟他的老师 世间自在王如来求学的时候 他这个求学时间很长 一千亿岁 大家记得 一千亿岁 后来老师就 帮助他 调研所有诸佛刹土 那个时间也很久啊 五大级的时间 才辛辛苦苦地 完成了这个宏愿的建设 我们想要去西方净土 这么好的一个环境 那自己要具备什么条件 才可以到那边 本金的金体 已经告诉我们音了 就是 清 敬 平 等 绝 您升到极乐世界 不停地修 每天都在修 到后来得到什么果报呢 也在金体上 大圣 无量寿 庄严 这篇经文就讲到光嘛 您到达极乐世界之后 那个身上的光呢 马上就变了 现在我们在地球上 身上的光多长啊 都不好意思讲 对不对 才短短的两寸 哎呀 那阿弥陀佛的光明怎么样呢 横变十方啊 后面再说 至于佛果平等 光明和异 下面是日本望希老法师 回答这一个问题 他说 常同常别 诸佛妙德 内正虽同 本愿别故 光有 胜利 的的确确呢 明行见信之后啊 以前看不到的东西 现在全都能够见得到 以前听不到的呢 现在通通都能够听得到 以前不能够到达的地方呢 现在都有这个能力 可以设计的 所以啊 阿弥陀佛的的确确 把许多事情呢 已经为我们预先 设想到了 现在我们大家所要做的功夫 就是要认真地学习这部 无量寿经 认真地学习这一部 注解 再加上念佛 求生西方净土 到达那边之后 许许多多的国报 全都现前 此正经中 本其前世 求到 所愿功德 大小 不同之一 每一尊佛在印尼当中啊 各自 所发的愿 不一样 所累积的功德呢 不相同 所以成就之后的佛国图 当然也不一样 尤其是阿弥陀佛的那个佛察 是最为殊胜的 横杀 是指印度横河之杀 四维 是东南西北 四个角 我们讲 东南西南 东北西北 等等 这四个角 加上上下 东南西北 那就是十方 辩造东方横沙佛刹 先讲呢 东方 大家没想过 为什么先讲东方 其实这个也是随身 我们大家的这个习俗 一般我们呢 世间人是认为 事情的发生 万物的变化 从东边开始 最为明显的嘛 你看这个太阳从哪边升起来 东边 假如明天早上 太阳从西边冒出来 您会觉得很惊讶 可能会被吓到了 是不是 所以这是一个顺俗的一个说法 下面呢 是讲到啊 这个光明 美好 若化顶上圆光 或一二三四游巡 或百千万亿游巡 诸佛光明 或造一二佛灶 或造百千佛灶 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 无量无边 无数佛刹 真的一比较之后 我们才知道 将来所追随的这位老师 是最为优秀的 下面讲到 顶上圆光 是讲佛的头顶 其实他不但头顶有光 他呢 整个身体都放光 所谓的游巡 乃印度表示距离之单位 在古代 这个帝王带领军队 他一天当中行军 所走那个礼数 就称为游巡 有的是四十里游巡 四十里就是一游巡 有的是三十里就是一游巡 这个就没有统一 有维摩金 赵公诸 这是生召大师 诸解维摩金里面的一个解释 他说 游巡天主礼数明也 上游巡六十里 中游巡五十里 下游巡四十里 天主 是我们中国古代 称印度 这个名称 那印度人叫我们中国是什么呢 正丹 这是古时候的称呼 所以游巡分为三种 上游巡 中游巡 下游巡 也就是六十里 五十里 四十里 以上差异 该由中印两国 从古至今 渡梁衡单位 常有变化 且行军一日之里程 本非衡量 故不必定之一宿也 这个印度的统一 跟我们中国比 它是晚了将近六百多年 我们中国比它早六百年 所以在中国秦始皇之前 这个渡梁衡 没有统一 文字 也都没有统一 到以后 才慢慢地统一过来 印度也是这个样子 那印度呢 更晚 所以说 这个所谓的游巡呢 并不是一个 很固定的一个数字 因此我们对于这个 经上的说法 也不必太过于 斤斤计较 从一游巡 至百千游巡 至百千佛刹 表诸佛光明 所照之远近 以为对比一 佛的光明有多长呢 最小的就是一个游巡 四十里 大的话呢 百千个佛刹 统统都能够照到 我们的光明 连这个墙壁都照不穿 这就证明我们的声光 太差劲了 为阿弥陀佛光明 普照无量无边 无数佛刹 显弥陀光明之独胜 以正弥陀光明 最尊第一 超越十方 是为本品内容之手 别的佛 身上的光呢 能够照到百千个佛刹 那一个佛刹 就是十亿个银河系 其实蛮可观的 但是阿弥陀佛的光明如何 普照 普照就是变照 无量无边无数 说得简单一点 一切 一切佛刹 它通通都能够照得到 因为这样子 所以称它为最尊第一 下面再把这个光 殊胜的原因 给我们指出来 诸佛光明所照远近 本期前世求道 所愿功德大小不同 至作佛时 各自得知 自在所作 不为预计 的的确计 每尊佛 在果地上来讲 没什么差别 但是在因地当中 那还是有所不同 所以这里就提到 呲 就是其次 第二个 正显弥陀 独圣之音 这就说到 阿弥陀佛的光明 为什么这么样的出色 它这个光明 变造诸佛刹图 超于十方 这个十方 后面我们再加两个字 如来 超越一切诸佛如来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上品 云 清静庄严 超于十方 那是讲的一报 其实我们要会推断 它的一报 能够超于十方 那它的正报呢 当然也是超于十方 因为一报怎么来的 一报是随着正报变化的 先有正报 才有一报 所以我们这一品 第十二品 就讲的正报 精品 有约 十方诸佛所不能及 下富云 光宗即尊佛宗之王 这个底下一段经文呢 就会有这样的说法了 与平等法中 而又有如是差别者 该由于前世求道之 本愿不同也 其实啊 诸佛如来都在阴地当中呢 发了四红誓愿 但是这个四红誓愿呢 每一尊佛 在阴地当中去做 又有所不同 但是到最后呢 那个总目标 是绝对一样的 佛道无上 事愿成 他不但自己要成佛道 还要呢 帮助一切众生 全都成佛道 而极乐世界 帮助我们成佛道 那一个缘呢 超过其他祝福沙图 尤其是这里第十二品 讲到那个正报书生 真的是好到极出啊 这就是为什么 华章世界 那么多的菩萨 纷纷前往极乐世界 其实我们学《无量寿经》 已经学到第十二品了 学到这里了 我们都已经动了个心思 想去极乐世界 至少去参观一下嘛 是不是 考察一下嘛 这真的是假的 经常说得这么好 我想去看一下 真的过去看啊 您就又会改变自己想法了 既来之 就不回去了 那就落下来 从空中就降下来 就好好地跟阿弥陀佛学习嘛 那再回来的话 就不是凡夫生 就是菩萨的法生回来 那我们现在去不了 只能够呢 通过经教的熏修 加强我们的信愿 早一点呢 让我们的功夫成熟 下面就举阿弥陀佛所发的 第十三大院的经文 我作佛时光明无量 普照十方 决胜诸佛 胜于日月之名 千万亿倍 之所以极乐世界这么样好 跟他在求学的时候啊 那个起性动念有关系 他那个想法呢 的的确确跟别的佛就不一样 跟别的菩萨在音乐当中求学 那个心态相差蛮大的 也正因为他有这样一个特异之处 老师对他非常欣赏 很细心的指导他 帮助他 成就他 那我们读了经文之后 第一个反应应该是什么 要相信 要能够接受 并且呢 照经上所说的方法理论去修 去做 希望我也能够快点到达基督世界 得到经上所讲这些真实之力 下面再总结了 是以智作佛时 各自得知 自在所作 不为预计 这个预计呢 就是说预先设计安排 极乐世界的果报 都是啊 跟这个因缘有密切关系 所以我们想要得到什么 一个果报 一定要在因上 在缘上 真正的 做好预先的功夫 因 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 那现在就看了 缘 如何了 我们现在遇到 净土的缘 殊胜不殊胜啊 我们敢这样子讲啊 目前地球八十亿人当中 我们的缘是最殊胜的 这个绝对不是我们狂妄 真的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说的再多一点吧 哪些方面比别人要好一些呢 遇到无量寿金 会几本 遇到念老的这一个 注节 遇到事物上人的波金机 遇到这个讲堂 遇到这个小佛堂 我们还住在图文吧 是不是 你看到 诸多外缘啊 居然 我们都具足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地珍惜 当下 千万不要错过 那么阿弥陀佛呢 真的在音力当中啊 为一切众生 考虑得非常仔细 非常周详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得出 阿弥陀佛的心量是很大的 他辛辛苦苦地造就 基督世界 是不是为他个人设想的呢 不是 他为什么把基督世界弄得那么大 为什么弄得那么庄严 全部是为了给我们提供便利 住 住得安心 学 学得快乐 的确确啊 他老人家是个很细心的人 从这儿就明白 他老人家的慈悲心很大 智慧很高 才能够把这么一个殊胜的佛刹 建造的 尽善尽美 今天也不需要我们到达基督世界 在帮什么忙 不必 都已经落好了 我们现在只要下什么功夫呢 好好念佛 求生基督世界就好了 那问题就是 我们这辈子有没有把握 可以去基督世界 到底有没有 应该要有 必须要有 非有不可 要跟自己这样说 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 如果还没有坚定的信愿 那就代表着什么呢 这一生就去不了 去不了的后果是什么 想一想的后怕 什么叫后怕呢 叫堕轮回 叫继续搞轮回 继续堕落山途 本经已经跟我们讲到 极乐世界的三种真实 真实之计 真实之利 真实之慧 到的那边 通通都能够得到 说的比较白一点 要什么就有什么 这么好的一个环境 不去积极争取 还要当面的错过 还要放弃 只有两种人不愿意去 哪两种人 非鱼 即狂 当年红一大师 也写过一首记子 里面就有一句话 就说 不肯念阿弥陀佛人 就是这两种人 那红一大师 他是我们近代的一位 律中高僧 这大家都知道 你看我们这个末宝 这个蓝色的对点 就他写了 他老人家现在在哪里呢 在基督世界 叫在律中 行在彼陀 而且他每天都会读一遍 普贤菩萨行乐品 这是他的定课 我们再看一下 下面阿弥陀佛光明上好 圣于日月之名 千亿万倍 光中极尊佛众之王 这里所讲的话都是事实 的的确确 有果 就肯定有因 有因 加上缘 一定会有殊胜的果报 尤其是我们现在学佛念佛 那个果报是无比的美好 这里就提到 阿弥陀佛 他怎么个殊胜法 他是光明上好 我们想想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众生 每天所接触到的阳光月光 可不可以真正谈得上善好呢 是有一点好 但是不能够谈得上 像佛光那么好 你看这个阳光 你看久了 眼睛就受不了 月光 到了晚上不是很清楚 是有 作用不大 而且他那个月光 并不是他自己本身发的光 是反射光 还是从太阳来的 所以我们要非常感恩太阳 早上照顾我们 晚上也不放弃我们 大家应该要把这个功德 也回向给太阳神 是不是 所以有情众生对我们有恩 那无情众生呢 光是太阳月亮 也是深恩厚德 照顾我们一辈子 下面就讲到 佛的光 一归纳 有十二种 我们看底下的介绍 事故无量寿佛 一号无量光佛 一号无边光佛 无碍光佛 无等光佛 一号智慧光 常照光 清净光 欢喜光 泄脱光 安稳光 超日月光 不思义光 这一段呢 是这一品的第三段 显示啊 阿弥陀佛的光明呢 有十二个圣名 殊胜的名号 此十二光明 称十二光佛 均为 无量寿佛之一名 亦正是法障成佛之果决 你看 这就讲得很清楚了 这十二光义就是什么 也是阿弥陀佛的果决 接着后面再举 论言经上的一段经文 这个我们很熟悉 守论言经约 其实大家一看就知道 这是我们净土中 第五经 大师之菩萨念佛原通章 他说 大师之法王子 与其同伦 五十二菩萨 同伦 就是同伴 同参 同修 所以大师之菩萨 跟这些 知识同道和菩萨们 极从做起 顶礼佛足 而百佛言 我亦往昔 恒河沙解 从这个经文 您就可以了解到 大师之菩萨的能力 非常强大 为什么 这样说呢 他能够回忆 多久之前的事情 往昔 就是以前 恒河沙 那不晓得有多少个 恒河沙 这个节是大节 这么久远之前的事情 他都还记得 诸位同修 您上一辈子的事情 记不记得 不要说上一世 曾经发生什么事 不知道 连这一世的事情 小时候 你看很多事情 我们都不记得了吗 他行 他都记住 他特别记得 有佛出世 名无量光 十二如来 相继一节 那么在以前 有一尊佛 叫做无量光 在这个一节当中 有十二尊佛 释迦牟尼佛 现在来到我们这个世间 我们这个节 叫做贤节 我们这个贤节当中 有多少尊佛 先后出世呢 一千尊 释迦牟尼佛是第五尊 所以后面还有九百九十五尊 底下 明超日月光 彼佛教我 念佛三昧 原来 大师菩萨跟着五十二同轮 都是修什么法门呢 都是修念佛三昧的 念老奖 静静之十二光佛 即彼往昔横沙 结前之十二如来也 所以我们这部经上 所提到的十二光佛呢 原来就是大师菩萨 那个时候 所提到的十二光佛 所以啊 这个人跟人之间 真的是因缘啊 初中复杂 下面再举密中的一部经典 有密布 九品往生 阿弥陀三摩地 即陀罗尼经约 室内坐十二大曼陀罗 大圆镜至宝像 其名为一切三大无量光佛 智力三明超 日月光佛 那这样子啊 我们就知道 这个密中这部经的说法 跟本经所讲的呢 相契合 有唐一为十五光 送一为十三光 乃开合不同 现在的《无量寿经》 有五个原意本 唐朝的版本呢 讲的是十五种光 宋朝的版本呢 是说的十三光 他们只是怎么样呢 开合不同而已 关于这个曼陀罗啊 我们稍微再多说一点 当年唐朝时候 玄奘大师就解释 这个曼陀罗 说得完整一点呢 叫做曼陀罗多 多少的多 曼陀罗多 我们中国人喜欢简单吗 那个多就省了 翻成中文就是谈 这个天谈的谈 谈 也翻成道场 所以平常所讲的谈成 就是指的道场 玄奘大师翻它为 轮圆巨足 那个轮就是说是法轮 轮呢 代表圆满巨足 它也可以翻为呢 聚集 聚集一切法 聚集一切功德 聚集一切光明 此中就体而言 以谈道场为正 打个比方啊 你看我们这个讲堂 这个讲堂的前面呢 是讲台 讲台应该要怎么 要稍微高一点 在这个上面呢 有法师可以讲经 这样子 所以这个地方 也属于呢 曼陀罗 也叫做谈成 大曼陀罗 总集诸尊之谈成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会供奉 佛菩萨的形象 你看我们在佛堂里面 也会供奉啊 西方山圣 或者供奉阿弥陀佛 集其诸尊之形体 并图画其 谈场之 全体 其实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这个讲堂 你看这个前面有佛像 两边也有菩萨像 也有佛像 所以这个讲堂也算是什么呢 谈场 即诸尊一一则是也 是为曼陀罗之总体 故云大 这个大呢 有五大的意思 也有广大的意思 哪五大呢 地 水 火 风 空 这是从物质上来讲的 他三种 虽一系五大所成 而此为总体 且最广大 故独明为大 那么曼陀罗称为大 这个意思就具足了 这个里面呢 经中说 一切三大无量光佛 一直到智力三明 超略光佛 也有个简单的说法 九品 净时 真如今 我们 从这个 说佛世界 往生 到极乐世界 那当然呢 还有 其他的众生 他是从别的世界 往生到 西方净土的 去的佛洒 不同 但是到达的目的地呢 完全一样 到达那边之后 我们这个八十就转过来了 真如本性呢 就现前了 室内坐十二大曼陀罗 大圆镜至宝像 这个里面呢 有十二大曼陀罗 转石城之 旧金圆满 就是华音金山所讲的 妙觉如来 这十二大曼陀罗 有十二个 大圆镜至宝像 这就是慈离所讲的 十二光 我们呢 把他念给大家听一下 一切三达 是无量光 辩觉三明 是无边光 智道三明 是无碍光 六真理智三明 是无对光 色善三明 是光颜王光佛 一绝三明 是清静光 浦门三明 是欢喜光 入会三明 是智慧光 光色三明 是不断光 明达三明 是南思光 武德三明 是无称光 智力三明 是超日月光 如是诸佛 如来是真色具足 这个 是我们 到达极乐世界 一定要把它 证得的 这个真色 就是指的自信 佛从哪里来的 从自信献出来的 我们从哪里来的 源头还是从自信 但是自信当中 又加上个什么呢 加个阿拉耶 所以我们现在变成了 哎呀 变得这么矮小一个人 对不对 本来我们的身高 是多高呢 你看一下观景 就知道了吗 六十万亿 那由他 横河沙有选 那是我们大家 本来的身高啊 现在变得这么矮小 在佛来看我们呢 我们好像是什么 好像是我们自己看 这些 这个身上的那个什么 细菌 看不到 我们必须要靠什么呢 靠那个放大镜 才能够见得到 还好佛有这个无眼 他看我们没问题 所以啊 我们自己如果不学佛 不成佛 那个损失就太大了 一切三世如来 悲相所依 若有众生欲望 生如是九品净土 奉事十二元庙 日夜三十 称如是九品净土明 占十二光佛号 即涌出三界火宅 定生真如 看了这样的一个介绍 我们就懂得了 原来在密宗 许多经典里面 也在劝大家呢 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 所以密宗有一个派别 洪教 洪教就是专门念佛 念阿弥陀佛的 念老师金刚上司嘛 所以他设立的经典 不少 他这里呢 也引用了很多密宗的典籍 好 我们继续看诸节 六百三十页 第六行 这就把十二光啊 说得很详细了 第一个 无量光佛 唐诺大师在 赞阿弥陀佛记里面 有一首记诵 说 智慧光明不可量 又顾佛又好 无量光 有量诸相蒙光小 是故其手 真实名 唐诺大师赞叹 生气佛 圣心 这个圣心就是指的佛心 只指光明 即是智慧 智光不二 所以讲智慧 讲光明 其实他们二者关系 是一不二 是故其手 真实名 以此光明 即是真实 故因 其手 理尽也 为什么要 其手啊 因为这个光明 是从自信里面 出来的 所以它就是 般若智慧 因此 真实就是光明 光明就是真实 其实我们对佛光 理尽 也就是对谁理尽 对我们自己 我们跟佛是什么缘分呢 是一个 因此大经 唯一真实 真实之机 真实智慧 真实之力 说到本体 就是真实之机 产生作用 就是真实之力 学到嘛 就是要把自己 本来面目呢 再找回来 所以中国传统文化 你看如是道山讲 都是希望我们大家 回归自然 回归本觉 连三字经 都提到这一点 人之初 性不善 可惜我们现在 这个善里面 又掺杂了什么东西 好像一杯啼壶 里面加了什么呢 自私自利 人我是非 贪嗔痴慢 名文利养 这是自己 在伤害自己 经济云 真实名 现在济松里面 有提到 这个真实名 可见极乐 一正因果 存一真实 这个是我们必须 要把它记住的 极乐世界 为什么那么样的理想 因为它的一报 正报 是存一真实 现在我们大家 学习这部 无量寿经 它算不算是 存一真实 算 这个注解式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 认真的学习 下面在引用 宋朝一位大德的开示 这是大慧禅师 所讲的 只此 而知以此光宣妙法 是法即是此光明 不离世光说是法 是法就是真实法 就是真实记 所有的佛 跟那些法生如来 他们可以说 天天都在做 讲经说法的工作 他们到底每天说什么 这里有提了一句话 只以此光宣妙法 这个光就是真实知记之光 真实智慧之光 真实智力之光 所以诸位同修 您想要在短短的人生 一百年当中 积累最大的功德 修最大的福报 做什么事情最好 把无量寿经送给别人 把念老的这个注解 送给别人 把波金机供养别人 把佛像供养他 介绍他来到讲堂听经 介绍他去佛堂念佛 求生基督世界 这是第一大功德 虽然我们自己没有这个 财力能力 但是您有把这个信息 告诉别人 您就度了他 尤其现在科技这么发达 我们利用这个先进的设备 把讲经说法的内容到处传播 这个功德是无比殊胜的 不离世光说是法 智慧光明不二也 此光即真实会也 只以此光宣妙法 乃会以真实之地 以即光中之妙用 的的确确 学佛 首先要明白 佛心到底是什么 什么是佛的心 他的心是真心 什么又叫真心 你看现在 当然古人也是这样说 我对你是真心 其实大家是不是用真心 对待别人 那看是谁 如果您是法身菩萨 那您是用的 纯一真心 这个不否认 可是我们如果 还不是法身菩萨 您还是使法界里面的 佛菩萨 身为言诀 甚至六道众生 那我们用的就不是真心 我们用的是什么心呢 还是用的阿里耶 只不过是 四圣法界里面的圣人 他用的阿里耶 用的正 我们用阿里耶 用偏用邪的 所以简单来讲 我们从今天起 应该要对待一些人 用最真诚的心 这个就对了 别人怎么对待我 不管他 我要用真心 我们用真心的好处 是什么呢 您将来能够 入真心的境界 什么境界 就是一生法界 就到时报图去了 如果我们现在 还是用虚情假意 还是用虚伪之心 对待别人 那将来的果报是什么呢 说得好听一点 继续搞六道轮回 说得确切一点 要跺三途受苦报 不值得 所以这句佛号 阿弥陀佛是真实法 这个佛号 就是本经所讲的三个真实 光宣妙法 真实之力 这是光所起的妙用 事故 占佛寄云 有无量诸相 蒙光小也 有量诸相 是阿勒也 变现的 佛告诉我们 阿勒也是能变 真心 是能现 司法界 哪里来人 是阿勒也 现出来的 因此智慧光明之真实明 能开晓 诸有中一切之相 这个诸有就是 所讲的三有 欲界有 色界有 无色界有 有什么 有因有果 有报 还有缘 所以我们 开了智慧之后 那整个 司法界里面的事情 就通通都知道了 所谓的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一直 开晓一切 诸有中之众生 如果自己 都没有明心见性 您想要帮助别人 开悟 这可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一定要自己 恢复 清静平等才行 古云 有量 诸相 蒙光 小 一切众生 蒙此 光异 而小了 真实 知慧也 的的确确 我们一定要把 人生 宇宙的真相 跟大众 广泛地宣传 希望大家 都能够认真地 来学习 佛法 讲到宇宙的真相 说得最详细的 那是大圣经典 《论诸约》 这是谭伦大师 所讲的 若欲阿弥陀如来 平等光照 世等众生 种种意义 细福 皆得泄脱 如如来家 必尽得 平等意义 我们想要成佛 那就一定要修 成佛的这个因 怎么个修法 从现在起 修平等意义 修平等深夜 再修平等与业 佛就是这样子 绝对平等 种种意义 细福 皆得泄脱 如如来家 必尽得平等意义 是极 蒙光小之一 现在问题是 我们大家有没有蒙光 您今天 已经听到这一段经文 那就是蒙光 我们今天念这一句 无量光佛 那无量光佛呢 就在照耀我们 照了我们这么久了 我们开悟了没有 您站在太阳底下 晒太阳 晒个几分钟 都会感觉到很热 如果说学佛 已经好几年了 还没有开悟 就证明我们 业上重不重 很重 是不是 我们就说到这就好了 再说下去 大家可能会觉得 不太好意思 我们点到为止就好了 真的 看这些话 我们应该想到自己 想到我们无量节来 这个烦恼习气 太深厚 太重 太多了 假如再不回转 再不回头 您说这个前途如何的 所以 没有闻到佛法 无可耐 和已经遇到佛法呢 要好好珍惜 因此经常讲 要会与众生真实之力 真的我们把这一部大法 这部经典 给人家介绍 这就是在做利益他的事情 这是第一尊佛 这是第一尊佛 表法的意思 我们再看第二尊 是 无边 光 佛 在 赞 阿弥陀佛记 里面提到 卸脱光轮 无限奇 故佛又好 无边光 蒙光 处折 离有无 是故 其手 平等 绝 谭诺大师 这首记忆的 赞叹 真的是 远胜 于师 换句话说 做注解的古大德 不少 但是一比较之后 我们就发现 谭诺大师讲的更加的深入 更加的具体 一级 这是一级老法师 这是日本的大德 解 无边 曰 无边 既故 那什么叫无边光呢 就是说 没有边际之光 敬影 书曰 广也 无边际 就是广 所以我们一看 这些 大德 这个注解 还是谭伦大师 讲的原妙 谭诗 以泄脱光 注 无边光 前面说 泄脱光轮 无限旗 故佛又好 无边光 底下接着解释 泄脱者 涅槃三德之一 哪三德呢 法身德 般若德 泄脱德 法身是真实之经 般若是真实之慧 泄脱是真实之力 你看 我们这部经就具处什么 涅槃三德 复明之为 伦者 谭伦大师有 泄脱光轮 他用了个轮 这个字 轮者 原具之一 也就是圆满具足 表 泄脱之德 圆满具足 无限旗者 离一切局限 与其同 这个旗是等旗 平等的意思 他超越了 他没有限量 没有能够跟他平等的 换句话说呢 他离一切局限 这个叫什么 真正的大自在 离有无者 离有无之二边 有跟无呢 全都离开 他放下了 离一切边 重 从容中到 边重距离 这就说到圆满究竟了 不但两边呢 离开 中间呢 中 所谓的中道嘛 他也离开了 如果您两边离开 还抓一个中道 那还是没有放下 所以呢 三边都放下 这个才叫做 旧情 协托 这个是无边的意思 也就是论诸里面 所讲的 必尽平等意义 末后 之云 平等觉 平等觉 是阿弥陀佛的圣号 因为我们在经上 有看到吗 这个 清净平等觉 是阿弥陀佛的德号 顿险 敌意义 必尽平等 万法 亦如 说到平等 这才是真正的平等 这个万法 亦如 那这个亦如 是什么意思 我们晓得 万法就是指 这些法相 一般讲嘛 六成 色受相寻始 这六成 那六成 加上六根六十 十八戒 这都是属于万法 而六根六成六十 都离不开自性 他们是同一个性 不是两个性 通通归自性 就一如了 自性空即 什么都没有 所以叫它真空 你看《心经》里面讲嘛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可是它遇到原有呢 能够显种种万法出来 不现象的时候 它隐 遇到原呢 它能够生出一切万法 所以说 隐现是一不是二 现 不能说它生 不能说它有 不现 不能说它无 隐现是感应 众生有感 它就有现 六道众生有感 它呢 就现六道 实法界有感呢 它就现实法界 法身菩萨有感 它就现实报庄原图 感应道教 真的是妙不可言 不能说它有 不能说它空 我们如果说空说有 这全都是着相了 我们迷了 所以这里教我们大家 两边不着 忠道 不纯 你能够这样子想 保持这样一个观点 就是处在于觉悟的状态当中 谭壤大师这首记战呢 真的是 普显无边光佛号之深意 他就把这个无边光佛里面的意思呢 透露出来了 此真能占佛则也 从这儿我们就明白 谭壤大师念佛功夫如何 他如果没有入佛境界 这个话他说不出来 换句话说 人家至少挣得了念佛三昧 这样的功夫 这是第二尊佛 我们再看第三尊佛 是无碍光佛 无碍者谨兴亦即曰 无障碍 这个无碍就是说没有障碍 谨曰自在 我们今天得不到自在 原因何在啊 就是因为障碍太多了 谭壤在于 光云无碍如虚空 故佛又好无碍光 一切有碍蒙光则 是故顶礼难思一 这首记的意思是 光如虚空 故无障碍 佛教我们大家要开智慧 您真的开智慧之后 那个障碍就没有了 你看《华严经》讲了 四无碍 理无碍 事无碍 理事无碍 事事无碍 这是法僧大师 所入了这个境界 人家呢 智慧 一切总智 获得了 今天我们不要说 一切总智没有 连个一切智都没有 还在这里啊 这个瞧不起 那个也不放在眼里面 傲慢啊 这样子都是在增长自己的 烦恼 本体长急 妙用无穷 自在无碍 光明便照 一切有碍 皆蒙光意 故云难思一也 慧灵大师曾经说过的那五句话 里面就提到 自信是本无动摇 自信呢 是清静极灭 这就是他的体 这个一切有碍 皆蒙光意 使一切众生都得到光的利 今天我们大家很认真地学习 这一部无量寿经会几本 您读这部经 听这部经 的同时 就是得到光的加持 明明我们被光加持 还自己不知道 甚至还不承认 这是我们凡夫 很普遍的一个现象 熏悉的时间越长越多 您就会发现 原来这个加持 已经好久了 不光是这一辈子 无量寂寞 现在都被佛加持 帮助 本体长吉 妙用 无穷 这个话我们今天呢 字 看得懂 意思 不一定懂 什么原因呢 没做到 第一句话 没有做到 第二句话就不懂 第一句话讲音嘛 本体要做到什么呢 长吉 受用呢 就是妙用无穷 什么又是本体呢 本体就是指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呢 它本来是长吉的 本来是不动的 本来是觉的 本来是正的 本来是亲近的 可惜我们每天 这个心呢 一般讲嘛 心浮气躁 烦恼太多 痛苦无边 想想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啊 自己还在打妄想 还在那里分别执着 这个在自己害自己啊 就得不到真实的受用了吗 自在无碍 光明变造 一切有碍 皆蒙光一 这个有碍呢 是指的有情众生 谁能够听佛的劝告 放下烦恼习气 他当下 就能够感知 佛光的利益 所以我们 要明了 这个难思义 佛光的加持 的的确是我们现在众生的程度 还没办法体会的 但是只要肯虚心去学佛 念佛 久而久之 就会入这个境界 第四尊 是无等光佛 这个在唐一本 宋一本里面有出现 唐一本 宋一本是无等光 康生凯的版本呢 是无对光佛 静音曰 他光不敌 明无对光 对是没有对待的 称为无对 这就是第一出生 谨心曰 非诸菩萨之所及 故无对 这个诸菩萨不是一般的菩萨 这都是法身大事以上的 从原教初初开始 一直到等觉 四十一个位次 谭诺大师在《往生论》 诸解里面说 清静光明 无有对 故佛又好 无对光 这个无有对 也是我们大家自信 本来具处 它不是修的 换句话说 在理上讲 人人本有 那人人本有 我们现在为什么 不觉得自己有呢 什么原因呢 一个字 迷 迷了之后呢 把自己本有的向好得能 给暂时的遮蔽住 所以佛法对我们 有什么好处呢 让我们破迷 让我们呢 能够解惑 能够除惑 把这些货业 全都扫除干净 智慧 也就会 大放光彩 所以啊 学佛 真的是可以 给我们 当下带来 真实力 什么时候学 什么时候 就能够得到 宁可不要啊 觉得说 我现在还年轻 不着急 等我退里休 等我老了 我再学好了 等我们老了再学 来不来得及啊 这位同学 我们几乎每天 都会收到 一些同学 发给我们 希望登记 排位的名单 这个当中 就有很多是 老人家 还有一些 是生病的 还有一些 是已经往生的人 往生之后 他的加薪眷属 希望我们到场 帮他做这个 操建佛事 为什么要等到 他走了之后 才想到 要帮他做这个佛事 为什么不早点 劝他学佛呢 是不是 为什么不早点 劝他念阿弥陀佛呢 他早点接触佛法 早点化解 自己的业障 他走的时候 就轻松自在 没痛 没病 没脑了嘛 所以学佛 什么时候学呢 当下 现在开始 他这里有一个术语 我们也看一下 参考资料上册 66页 因为刚才 注册里面有说 无有等对 即是绝对 大家看66页 绝对 有看到吗 66页 绝对 好 他说 绝诸对待 对待是两方并之 相对 相对而立 的意思 如黑白 大小 善恶 等事 绝代是 真如平等 无法可得 故 绝诸对待 简称 绝代 与绝对 同意 绝代 就像金上常说的 五戒十善 六和六都十愿 等等 乃至于那一切法 在阿弥陀佛这里说呢 样样都是绝代的 这就是无等光变造 是从无边光里面流入出来 没有义法 不是绝代的 它的标准呢 就是四十八月 就是这一句名号 在《首论严经》里面说 我真文书 无事文书 这句经文呢 是文书菩萨所讲的 下面给我们说明 此显无等无对 绝代之一 无等无对 绝代之心 敢得绝代之法 若是文书 则二文书 便有等对仪 故知 无对光佛号 其甚深 实在讲呢 《大圣经》里面 所讲的自信呢 是没有办法说的 那不得已呢 讲一个名相 说这个名相呢 我们要不要执着这个名相 因为这个名相怎么样呢 它只是方便佛菩萨教学来用 所以我们自己读经呢 要离这个名字相 离言说相 还要离呢 心缘相 修学佛法 无论是读经还是听经 都要做到呢 这三个方面 这样子 才能够始终保持我们心地呢 清静平等 您能够做到心清静 心平等 看经文 能够看出味道出来 听经呢 能够听出法喜出来 什么意思 能够听出经文里面蕴含的声音 时间越长 这种受用就越明显越大 假如说我们现在还感受不到这一点 怎么办呢 是因为我们功夫还不够 那就要加强 变数要多 时间要久 才行 今天是周六嘛 那明天我们早上上课的时间 是澳洲 十点钟到十一点半 十点到十一点半 莫学悟圣出席念讲 难免有讲错 以及疏漏之粗 如果有任何错误 敬请作为大德 予以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欢迎订阅 祈祷